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國眾院軍委會 正在進行這一個聽證會 包含了印太司令阿基里諾 他在聽證會上面強調威懾中國 而且戰勝中國的同時 特別提及中國的高超音速武器 跟這一個核武的擴張 確實給全世界帶來的威脅 但是美軍正在秀超強的大象漫步的同時 另外一個核心的戰爭事實上 包含了協助台灣發展飛彈 而且台製的航母殺手飛彈 據說快很準 同一時間另外一個戰場打到AI 一方面美中在南海事實上 現在已經進入AI無人機的對決 另外一方面中國的無人機的這一個艦隊 事實上外界也觀察可能跟著監控台灣 而同時科技大咖一個接著一個加入AI超級大戰 AI的發展不只是科技經濟產業 當然也是軍事 而中國這一回合也可能要面對拜登準備下個月 擴大科技方面的制裁 然而另外一方面科技的戰略也直接衝擊了南韓 包含了過去一年多以來南韓的貿易逆差 全面的惡化 包含了南韓的大集團三星跟海力士 現在虧損創新高 所以隱習越這個月準備要率團去美國 要調整親中的路線 隱習越要出門之前還改口 一方面說台灣的問題是全球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說南韓也有可能軍援烏克蘭 而在背後會帶來什麼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Tony大哥 胡振東 林冠好 大家好 再來是黃慶勇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朱越忠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譚耀南老師 大家好 好 我剛講美國眾院軍委會事實上 這個週末也可能兵推台海戰爭的同時 軍委會有非常重要的聽證會 那特別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靈魂人物 是美軍印太司令阿基尼洛 創下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美軍印太司令阿基尼洛 在美國眾院軍委會的聽證會的其中一段片段 這一段片段提及的是 中國的大規模發展高超音速武器跟核武的擴張 確實可能對西太平洋的國家都帶來很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最近美國國會裡面就在針對中國的威脅 中國對台灣的挑釁 對台灣的入侵成為一個核心中的議題 而在這核心中議題裡面 阿基米洛不斷的在強調 他的工作就是說服習近平 這是愚蠢的選擇 那怎麼去說服呢 他剛剛呢 在這一段裡面的談話裡面 他講到的就是超級的核威懾能力 美國一定要比中國更先進 要走得更遠 要走得更強 然後呢 你也看到他的自信了 他們特別提到2021年的時候 當時中國突然從藍半球打了一個極超音速的飛彈 那時候他們民意力呢 還講說這個叫做史波尼克時間 美國受到威脅 但是顯然這兩年之間 他們也改上來了 所以就是一個只要我做更好的準備 有一個先進的 比你更走得更前面的道路上 這才有威脅的人力 有威脅的人力 讓你不要做蠢事 那其實不只是美國這樣做 我們台灣呢 這幾年自從川普的時代 解除了過去的時候 美國會對我們很多發展飛彈的紅區裝置 給我們做限制 川普給了我們雷射陀螺儀 給了我們一些導航的 一些固態燃料的一些添加劑 這些技術之後呢 結果媒體報導 我們中科院呢 已經也有產生的護國神劍了 而不是只有我們台積電視護國神山 我們的雄風飛彈 雄山飛彈 已經不是單一的飛彈了 現在就做雄風家族 而且呢 從去年開始到今年3月 在九棚基地裡面 測試 射了20次 每一次都是精準的命中 這個精準命中 就是雄山飛彈 而且呢 我們雄山已經變成是家族了 這家族是什麼 它已經有短層的 中層的 長層的 而且呢不是只有在艦艇上發射 不是只有在路邊的貨櫃艙飛彈上發射 海上 天上 更是高空裡面都可以直接打下來 裡面呢最長層的射程也是從雄山趕的 它呢叫做雄航專案 而這雄航專案呢 射程出去之後 可以飛行2000公里 所以你基本上如果你在山東界在那邊亂繞的時候 你真的對我們有威脅的時候是可以打你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攻擊的時候是近極超音速 所以它就是接近五倍音速 然後它呢 有人力是發射出去之後 是在平流程和對流程上空 然後上空之後整個巡標 那時候已經超音速飛 巡標發現我要攻擊的目標在這邊 航母在這邊 直接的瞬間的快速加速不到30秒的時間 衝下去的速度達到極超音速接近 所以呢你那個一個航空母艦一個船艦你根本來不及在30秒裡面 直接的移動就被擊中了 所以山東艦就會變成是海上的漂浮的火把 這個是它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呢還有另外一個呢叫做雄準 準呢是最靈活的老鷹 這雄準專案是把我們的雄山飛彈呢 整個射程呢提高到了800公里 而這800公里不是直射800公里 而是出去之後它會在海面上貼海貼地 甚至在目標裡面轉彎繞到類似巡弋飛彈 所以它是一個我們已經有類似巡弋飛彈的雄山飛彈 這個呢叫做雄準專案也有測試成功 再過來呢未來五年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這個呢就是再把雄山飛彈 因為我們最早天艦飛彈有些就是放在飛機上的 再把它變得更小更輕速度更快更精準 然後放到哪裡F16V 所以它就是以後是我們飛機出來的時候 你要萬箭齊發的時候 我們的戰機也可以直接空對艦 直接發射這個叫做雄自專案 所以我們雄風飛彈就不斷的擴張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是大家一直很關切的 雄身專案 我們的雄二一真成 它到底真成到什麼地方 它是不是有源頭打儀的能力 類似美國的長程的中程的巡弋飛彈 其實都是大家很關注的 為什麼會做到這些 就是因為這段時間裡面我們的技術 它的材料也變更輕 可能加了很多複合材料 通通都在這裡面 那當然這些事情為什麼這時候出來引起關切 因為馬上五月就到了 美國25家兵工廠商就要來台灣了 而且現在談出來的是 他們不但是跟我們要聯合協助我們生產 很可能是走到下一步 跟我們台灣聯合生產 那聯合生產的話那就更是 甚至於走到的是有些武器 乾脆授權台灣生產 那我們就不會有那種彈盡良絕的問題了 那得到美國的一個授權 那這樣子也是更拉高我們是非北約盟友 這樣的跟美軍的關係 而且另外要幫台灣防禦 因為前一段時間不是有一些機密外洩嗎 美國文件裡面說台灣的防空能力不見得是那麼好的 所以要售給我們四道 NAS AMS叫做先進國家防空系統 要給我們要賣給我們 這個是做什麼用的 你看到它有一套在美國不知道在哪裡 白宮附近 你就知道這是給我們絕對是最等級的 那白宮附近是它周圍的防空飛彈 防空炮火周圍的雷達 通通可以給它直接的串連 串連裡面呢 在30公里的外面 任何的飛彈出來 它就可以辨識 然後在射高16公里面 直接使OA各種防空武力把它給打下來 而這樣的人力 美國也要打算移植到台灣來 好那明杰剛講到美國加速武裝台灣的同時 這個印太司令阿基里諾 這兩天一方面在國會眾院軍委會的聽證會上面 捍衛台海 另外一方面也直接回應了中國的核武跟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脅 所以林林總總美國確實是希望在軍事戰力的威嚇 可以嚇阻中國發動戰爭 好我先來談一下這個中國的所謂的軍事威脅 那再來談這個每日台的防衛能力提升 那當然第一個 這最近這個美軍有一些這個所謂的機密情報外洩裡頭 那曝光了說這一個共軍在離上海大概563公里東部戰區的內陸 部署了兩架這個最新所謂的無針8的這個高空 高超等於高速的這個偵察無人機 那這一型無人機其實先前在2019年這個中國閱兵的時候 其實曾經都要曝光 那時候中國的官媒號稱說這一型的這個高空高速的無人偵察機 可以飛行的高度到這一個10萬英尺哦 如果是10萬英尺那確實哦 這個相較於美軍不管是像這一個MQ MQ4或者是RQ4哦 這些所謂全球鷹來講 深陷大概都是6萬尺哦 所以到10萬尺到底有沒有這個能耐哦 其實是必須要持續觀察 但是他談到說高速的部分 也可以達到3馬赫哦 3倍的音速哦 那可以哦 用來這一個對可能在台海 台灣的基地本身來講 或者是台海周邊美軍的海上空中的活動哦 進行所謂的這個第一時間的這一個偵察哦 那不過這個部分哦 其實都還是中國官媒片面聲稱的數據哦 美國的這一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 雖然有一份評估報告 但是並沒有哦 進一步去詳述說 他的性能卻是不是如他所言哦 那這個部分其實哦 這樣的無爭疤 或許對共軍來講是一個新的無人機的裝備 但是其實如果看在美軍的眼裡哦 其實他不是新玩業哦 因為過去哦其實很久以前在冷戰的時代 美軍其實就曾經發展一型叫D21的這個 高空高速無人偵察機哦 其實這外觀哦 這一個解放軍的無爭疤 跟這個美軍的D21其實非常的相近哦 那只有機首的部分哦 可能設計不太一樣 其實基本上原理都是相同 當時其實美軍這一型的這個高空高速無人偵察機 在冷戰時期甚至哦也曾經進入到這個中國的西北去 這個偵察 中國這個在這個地區的核四報 那還有包含像俄羅斯也曾經哦進去過 那這些無人機為什麼會如此相似哦 因為當時哦美軍是透過B-52H轟炸機哦 直接空空中掛載然後投放哦 這一型的D21的無人機 那現在我們看得出來哦 這個無針8也用同樣的模式 用轟漏這個要直接掛載那進行空投 那這個部分當然因為他高空高速哦 相較於傳統的無人機來講哦 大部分都是次因素 所以這個比較難發現也比較難攔截 如果真的性能哦 如他所言的話 那當然勢必對第一島鏈的內外空中的偵察哦 會這個有所影響 那特別是這一型的高空高速無人機 所以我個人研判非常有可能是用來哦 這個搜索美軍的海上的航母艦隊 那作為這一個東風21D重 所謂這個反艦彈道飛彈的攻擊哦 的導引跟鎖定目標之用 那不過這樣的一個無人機也顯示說 無針8最近其實整個台海這半年來哦 這個共軍陸續出現 還有其他像無針7或者彩虹4 TB001或者BZK005 這些哦無人偵察機都開始現身 也表示解放軍確實大量在使用無人機哦 那在對整個戰場情勢在進行所謂的經營 那這個部分當然相較於台灣來講 我們的無人機哦 當然我們也有騰雲無人機這些哦 不過速度可能還不夠快 所以哦 先前美軍出售台灣4架MQ-9B哦 海上衛士無人機 還沒有交手之前哦 其實台灣當然要加速來打造無人機隊 那目前來講哦 其實我了解的狀況 台灣的軍方也進一步希望美軍 先把過去反恐之用的MQ-9攻擊型的無人機哦 能夠先提供給台灣 作為在台海哦 等於說監控整個 共軍機艦的一個空中的無人機利器 那補充剛剛講的哦 這一個台灣自己哦 研發的不管是雄3或雄2哦 簡單講就是說 基本上現在雄風三型飛彈哦 因為燃料技術的提升 所以彈體縮小 那同時它的巡標器也更強哦 所以未來的雄3反艦飛彈 基本上可以更快更遠也更準哦 那這樣的一個當然利器 對於台灣自己本身來講哦 有暗置型的 也有艦射型的哦 各方面來說 對於這個中國要逼近的海上艦艇 特別是大型的這個 所謂的航空母艦 當然有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你看這一次哦 山東艦就算參加這個組織環台軍演 他還是離台灣東面非常遠的距離 就是在反艦飛彈射程之外 那當然配合我們的還有雄2 雄2它的優勢 雖然是這一個資金素 但是它有雙模哦 等於說光學跟這個雷達 微波導引哦 等於說可以切換 所以雄3加雄2 基本上來講就是高低配 在打擊這個海上艦艇的時候 可以用飽和攻擊的模式 那更不要講 最近外媒報導說 這個其實美國出售給台灣400枚 這暗置型的魚叉飛彈哦 其實這一項案子 在川普政府任內 2020年就已經通過 那其實台灣擁有全世界 應該是最完備的 這一個魚叉家族哦 不管是空射型HM-84 從L到最新的這個Slammer HM-84H 可以這個壓制沿岸的 這些所謂的地面目標 那射程到270公里 那還有建設型早就有了 那甚至我們的潛射型 我們的建龍 兩艘哦 也改裝之後 可以從魚類館直接發射 潛射型的 這一個魚叉飛彈哦 所以加一加 如果未來台灣可以擁有 至少哦 1000多到2000枚的這個反艦飛彈 其實從這次俄物戰爭 可以看得出來 莫斯科要被集成 顯示反艦飛彈 對於敵方的這個海上的威脅 跟進逼有非常大的一個嚇阻效果 那當然最近山東艦的這一個 這一個演習 那受到外界矚目 那中國的官媒哦 那先前還特別哦 這一個宣稱說 尼米茲號航母打擊群哦 本來在台灣東面 400海裡的這個位置 結果哦 他的航機 在4月7號到11號 北京的這個南海東艦 趕之 這一個發布了一個 他的航路圖哦 說他在那裡繞圈圈哦 那可能是看到山東艦來了 結果嚇跑了哦 那這樣的說法 當然又在對他內部 這一個打擊血 那不過哦 這其實我們在觀察哦 整個美軍航母艦隊 就是坐陣在這一個 台灣東面的海域 其實就是在全程的監控哦 這一個共軍對台的軍演 那這一個 中國官媒哦 反而是給他臉 結果就不要臉哦 所以才會用這樣方式說 這個 這個尼米茲號下跑了 那現在我們觀察 尼米茲號沒有下跑 他是反而跑到 南海中國的家門口 跟菲律賓 再進行大規模的 這個肩並肩的軍演哦 那當然同時還配合 另外一艘馬金島號的 兩棲突擊艦 上面可以搭載F-35B 逆中戰機哦 在南海這個地方哦 進行大規模的海空聯合軍演 而且這一次最特殊的是說 先前 菲律賓才同意美軍使用 離台灣只有400公里 支援的這個卡 密羅哦 歐西亞斯這個海軍基地 馬上就這個美軍就進駐 然後進行大規模的 這個傷患搶救的演習 其實大規模搶救演習哦 過去在美軍航母上面 也曾經演練過 美軍都會以最壞的劇本來做打算 當然這個部分也是在模擬說 如果今天台海開戰 美軍的這個傷患後送的部分哦 是有可能就在這個這個基地進行 另外這個基地哦 還出現了RQ-20 或者MQ-9無人機之外 先前AC-130 這種所謂的炮艇機 特戰之用的演現身在菲律賓 現在更特別的 連MV-22的餘音機哦 都遠從夏威夷飛了 5000海里的這個航程哦 直抵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哦 那這中間當然經過空中加油 還有最後包含像 南海的角力哦 現在外界也觀察到 美軍哦現在所謂的MQ-20哦 等於說過去是用MQ-1 或者MQ-9參考做改進型 也就是MQ-1C型哦 那現在把它命名為MQ-20 這型的無人機 它加載了所謂空中博格 Skyborg這個AI無人的系統之後 不只可以自動起降反韓 最近在做測試是 只要它升空自主飛行的過程中 甚至這個地面的操作員 完全不用理會它 它就可以在空中透過它 搭載的各式的光電系統 包含埃薩爾雷達 那搜索空中跟海上的目標 一發現有這一個可疑目標 馬上傳回給地面的控制站 那再由地面的飛行員來判斷 要不要對它進行攻擊哦 所以AI的系統 已經大量用在無人機上面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共軍的所謂的WJ-700 這種大型的無人機 採用噴射的發動機哦 那速度相對來說也比較快 外界也研判說 有可能會投入在南海 換句話說 未來南海的角力 不是只有水面上的大型的航空母艦 空中的無人機 也會在這個地方相互的一個 比較它的雙方的一個戰力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國會天天追打中國 那國會這一回合要追查的是 病毒的源頭盧比歐新說法 病途就是中國實驗室的事故 那來自中國究竟要如何求償呢 好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FBI跟國會在算病毒的賬 是美國現在認定 中國是全方位的威脅 所以美國現在是全方位的制裁 和全方位的究責 在軍事上面 我們已經看到Archimiro 講得非常強硬了 然後呢在病毒方面呢 即將他們國會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大量的證據處理的 將近300頁 國會的調查報告即將出爐 所以剛剛 魯比歐就是根據那個國會的報告 裡面呢 目前認定 COVID-19呢 就是實驗室製造和整個改良 改造出來的 95%的證據 都指向就在武漢實驗室 然後裡面呢 還有更新的是說 原來中國呢 對於它的外洩 真的就是漫不經心 或是故意的 所以它不是就是那一次 從武漢實驗室裡面 P4所外洩出來 早在2019年的9月 就有一次的外洩事件 那個是在做一個 臨場類動物的時候 在做一些疫苗的時候 那個氣隆膠 不知道怎麼樣被帶出來了 然後帶出來之後 就已經開始擴散 然後後來的海鮮市產 這是根據那個報告 裡面所想 後來中國沒有出力 第二次海鮮市場再爆發出來 所以他們認為 這一定要跟中國究責 300頁的網展報告 即將出爐 而在這即將出爐之前呢 美國呢 媒體也報導說 拜登對於整個中國的科技戰 更嚴厲的 叫做空前嚴格的措施 也即將出爐 拜登已經開始找了全美商會 科技廠商 白宮政府呢 要求他們呢 美國即將發布在 月底之前發布 對於中國的制裁 最嚴厲的一個制裁 要求美國的業者 現在 將來都必須要跟美國政府通報 任何投資中國的新的投資案 而且呢 要禁止類似維晶片這些關鍵技術 到跟中國有任何的合作 包含連生意的往來 都要再禁止 然後呢 還不止如此 美國眾議員呢 最近又用405票對6票 通過了一個叫做 維護頂空主權法案 因為FBI的調查報告也快出來了 因為FBI調查裡面就是2月的間諜氣球 所以呢 對這裡面呢 也要求開始要對於中國這個氣球要制裁 出口管制 然後現在大家更關切的是 葉倫明天要發表演講 那演講裡面 葉倫呢他上來之後 一是好像是希望在美中之間做個比較平衡 比較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說 現在這個局勢之下 葉倫也可能會發表一個 更全方面層面最高的 美中經濟新關係的一個定調 所以大家都在針對中國了 那中國面對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習近平在忙著什麼呢 忙著遮掩 因為呢 整個北京的醫院大火了 讓整個中國人都火大起來了 這個是在豐台的一家醫院 我們就會看到 你看到就是那個畫面 他是在18日中午12時57分的時候 失火了 那失火之後呢 這個醫院誇張的是什麼 他們在一個月前 才做過火災防控系統的演練 但是出來這個事情之後 沒有人處理 沒有人去救 沒有人去疏散 然後你看到那個為什麼是降下來 那些病人呢 沒有人引導 只好自己綁著那個床單 從窗戶裡面這樣垂掉 掉下來 而這掉下來之後呢 到目前為止 傳出來有29個人被活活燒死 而活活燒死之後 中國的處理方式 跟人家傻眼 因為呢 是12點57分出的新聞 直到晚上9點 中國官媒 才開始有這個報導 但是有這報導 只講說失火 沒有講死亡 沒有講事故原因 沒有什麼究責 然後家屬呢 連自己的那些罹難者的家屬 都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然後最後呢把這個東西封鎖 網路上不能出現 然後只是把那個院長12個人抓起來 那中國人覺得 你把人命當什麼 回到最前面 難怪在2019年的9月 當你已經有外洩的時候 你中國也沒有處理 好那青龍大哥 美國現在全方位的 將中國列為最大的威脅 也全方位的算總賬的同時 包含博明都警告 習近平可能發動戰爭 所以這裡頭的軍事威脅 事實上壓力還在拉大 對 就是說到底中國 會不會挺而走險 在台海發動戰爭 坦白講 美國非常多的 尤其是軍情高層 不斷的提出一些警訊 但也必須看到在西方 有不少的包括主流的學者 企業界的人士 他們都認為不會 中國是非常理性的 而且他們主張美國 還是應該跟習近平改善關係 那就企業界來講 就是希望能夠繼續 叫悶聲發大財 這當中當然也有非常多的 清醒的聲音出來 接著我來跟大家介紹了 這是最新的在美國著名的期刊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期刊當中 有一篇有兩位作者所寫的文章 他們在文章當中列舉了一系列 中國正在進行的戰爭動員的部署 卻是社會上主要的輿論是忽略掉的 那麼這兩位作者很特別 這兩位作者一個就是 川普時代的白宮副國安顧問 柏銘 Matt Pottinger 那麼另外一位呢 是這個媒體界出身的 他叫做潘文 他的中文名叫潘文 John Pumphrey 我跟他們兩個人都有一面之緣 因為他們都出身媒體 那麼博明在從軍跟從政之前 他曾經擔任過路透跟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那麼這個潘文的話呢 他是曾經在這個華盛頓郵報 他擔任華盛頓郵報的北京分社的社長 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兩個人共同署名寫這個文章 但是其實過去我的了解 像柏銘他強烈的反共的挺台 那特別的是他當年在路透在華爾街日報工作的時候 在中國採訪啊 曾經為了調查一個這個美國官員 中國官員對美國企業的這個貪腐有關的問題啊 結果被國安毆打啊 那他也過這樣子 他後來也因為他的立場啊 被中國這個制裁的啊 但是呢 這個潘文的話呢 他是一個對中國相對溫和很多的啊 結果呢 兩個人現在一起聯名來寫一個揭發 這個從哪些跡象來看 習近平已經有在做進行戰爭動員的部署啊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值得今天在我們這個地方來跟 我們的觀眾朋友來介紹一下這個文章啊 這個文章大家可以到這個 Foreign Affairs的網站去查 那麼這邊呢 我也把夾雜的一些沈旭輝教授的一些整理的意見 來給大家做一個惡藥的觀察 好 他們兩個人啊 先從習近平在兩會前後他的一些言辭 來解讀啊 他在大權獨攬之後 未來的一個主政的方向 他們發現啊 他正在為戰爭做準備 那麼這當中啊 第一個是2022年的10月 他對中國軍事領導人的一場演說 他們行使說這個就像一場戰爭吹奏的號角 因為他講的話說 面對可能強加到我們頭上的戰爭啊 必須用敵人聽得懂的語言跟他們對話 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戰爭啊 說啊這個我軍素以能爭善戰 有強大戰鬥精神文明於世 我們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 我們在朝鮮戰場打敗了世界頭號強敵美國 我們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戰爭這個話劇 創造了一個個驚天地氣鬼神的英雄壯舉 好然後在2023年就今年3月的兩會 習近平在四次不同演講當中都強調要準備戰爭 要敢打他在講話當中直接抨擊美國 說美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對中國實施全方位的遏制圍堵跟打壓 那麼這個給中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好然後呢這兩位作者他們認為更明顯的 習近平的備戰的跡象是他在兩會期間 好多次好幾次要敦促中國的民營企業 應該為中國的軍事跟戰略目標來服務 而且重申統一台灣對實現中華民主偉大復興 是至關重要然後在3月1號我們就看到 中共文宣機關報就有一篇文章叫做 在習近平強軍思想引領下勝利前進的文章 主張啊必須要加強軍民融合要求私人企業 跟民間機關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來服務 這篇文章後來查經過查的結果 很可能是由中央軍委會所出來的一個文章 過去啊習近平也有做過類似的一些暗示 但是呢針對啊所謂的民營企業要求他們 能夠成為啊戰爭的一個後期的一個動員的一個力量 這過去是沒有過的啊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國正在調整印太戰略 這裡頭印度很重要 連庫克都到印度了 連蘋果都開啟了印度的時代了 今天庫克見了印度的莫迪 那同時呢西太平洋有個指標南韓 南韓的親中路線一方面貿易逆差創新高 另外一方面三星海利是賠大錢 賠到尹錫悦要把這幫人帶去美國 可能是要求勞 所以尹錫悦今天事實上也有新的談話 改口了說臺灣問題是全球問題 現在比較挺臺灣的 好 譚老師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印度最大的網路媒體 他們大規模的報導 庫克跟莫迪這一個畫面 那確實蘋果開啟了印度時代 印度也開啟了蘋果時代 那兩個人一起丟包中國 那丟包中國的同時 尹錫悦要不要丟掉親中路線 也是一個觀察指標 對 剛剛看到這個畫面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庫克跟莫迪這個見面 揮手的畫面 有點像這個國家元首訪問印度一樣 這個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高手中的高手 就是蘋果 那麼庫克非常清楚整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變化 上一次庫克到印度去見了莫迪是2016年 那一年之後的第二年 開始在印度投產生產iPhone 從2017年生產一直到今年3月31號結束的這個年度 這個年度總共70億美元的出貨 占全世界的iPhone的產量的7% 7% 才7%而已喔 這一次庫克去了以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占比絕對會大幅的提高 這個表示反映了什麼呢 反映了美中進一步脫鉤在地緣政治劇烈變化的時候 高手中的高手的蘋果也開始迅速的位移 第二個指標可以看到 鴻海的劉洋偉去年6月去一次印度 今年3月再去一次印度 到目前為止 現在鴻海的說法是要從600支 600萬支提高到2000萬支的iPhone在印度生產 那麼還包括iPad 那這整個都看得出來就是說 全世界最大的智慧型手機的蘋果 在iPhone iPad快速的位移 從中國移到印度 這個看起來這個態勢是非常清楚明確 而這一次的訪問是有重大的指標意義 接下來你就會看到實際上的結果 同一個時間 尹錫悅到宣布下個禮拜 24號到29號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各位注意是國事訪問 這是12年來韓國總統第一次正式的到美國 進行國事訪問 經濟團體的代表加起來一起隨行 二十年來第一次 十九大企業 二十一個中間企業 六十四個中小企業 包括六大經濟團體的十四個經濟團體或協會 四家供應企業 國會議員跨黨派一起去 那這樣的大陣仗在過去史無前例 而且重點是說尹錫悅在行前發表談話 他談什麼呢 各位知道這個背景就是說去年尹錫悅很明顯的 在一個親美路線的情況之下當選了總統之後 非常清楚的位移在美中之間這一次本來是選 本來是美中平衡這一次的訪問是重大的指標了 明顯的是選邊站 明顯的是選邊站 那麼這尤其有一些背景 第一個民意 現在在韓國反中對中國反感的已經遠遠超過日本 換句話說在韓國反中超過反日 日韓關係大幅的改善 當然美國在這後面也推過住了也鼓勵 美日關係史上最好 美韓韓日之間的關係也大幅的改善的情況之下 我跟各位講 很多人知道說我跟美國之間的聯繫 政學界的國安系統經常有聯繫 他們過去就跟我講 他說我們美國 講美國跟日本的關係沒有問題 好的不得了 跟台灣雖然沒有外交關係 可是實質上也等於有外交關係 兩邊的互動往來非常密切 沒有障礙從來沒有卡卡的問題 但是美方說跟韓國那就很難說了 經常有一些怪怪的卡卡的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的 那我點到這邊為止 但是現在美韓關係已經大幅改善 這一次的影席月的訪問 不是說訪問以後關係改善 是因為改善了 所以大陣仗的過去這個選邊站的意圖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影席月談烏克蘭他說 烏克蘭如果是這個這個俄國大舉入侵持續入侵就不只是人道主義跟經濟援助 各位知道因為長期以來從去年2月24號俄烏戰爭爆發 那麼南韓因為這個會顧忌說俄國在協助北韓那麼在這個遠東勢力上面 所以基本上韓國對這個烏克蘭的事件上面相對只是用人道的立場 可是這次看起來他沒有講下去要怎麼做 可是是不是某一種程度的加入北約或某一種程度的參與或協助 這個就很難說了 那麼他講到韓國的時候 他就北韓的時候 他就批評了前一個政府 他說我不能為了去北韓而去北韓 那麼言下之意就是在批評前一個文在寅政府的綏靖政策 也間接批評到坦白講川普的那個時候的這個 跟金小胖這樣的綏靖政策 那現在拜登政府對北韓立場是強硬的 顯然看起來影席月也是如此 好那Tony大哥另外一方面是 美國事實上下個月25家軍火承包商準備進來台灣 台美的軍事合作事實上是會擴大到軍工產業的生產鏈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因為現在美國國會對美台國防產業的合作 越來越越的他的支持力越來越高 因為美商如果要在台灣做任何技術 協議的方面 一定要經過美國政府的發的那個執照才能過來 有兩種執照一個是技術援助協議 technical assistance agreement 另外一個是製造許可協議 manufacturing licensing agreement 這個其實是很難得到的 那現在美國這些國防工業的公司發現 現在能夠拿到這些執照的機會會變 對台灣來講會變很好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大的團會過來 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過來 我覺得他們是要評估以後台灣能夠做什麼 他們會看看中華民國的工業能力 就是說這些有沒有很精密的機械 有沒有很多原料 然後他會看生產的環境 就是說台灣的電力是不是很便宜 而且很stable 然後水啊那些需要的東西 第三個他會看中華民國的人力 因為你一定要有知識 能夠工作好的能力 才能在這邊賺得到錢 所以我覺得這次那個團來 就是看這些東西 看在台灣有沒有機會發展 看有什麼機會 看有什麼風險 然後看看中華民國的這些公司 可不可能變成一個很可傲的 很可靠的合作夥伴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馬斯克接受了福斯的專訪 談了很多議題 回應了AI AI現在是所有科技大咖 兵家必爭之地 好 月中剛剛看到 馬斯克顯然也要加入AI大戰了 確實 因為之前馬斯克 其實曾經跟美國的很多學者連署說 這個不要再發展AI 再發展的是人類可能是滅亡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他也都一直在投資AI 所以他的態度呢 坦白說真的是反反覆覆 就以這次跟接受福斯的訪問的內容當中 有些我們剛剛影片裡面沒有提到 我這邊補充一下 他其實有提到說 美國現在其實要開始監管AI的問題 然後他有提到說 其實監管雖然是不好 但是是有必要性的嘛 因為他說如果AI發展的太多太快太over的話呢 他是會有危險性的 甚至他講一句很嚴重的說 有摧毀整個文明的潛力 哇 他說你去想想這個電影 魔鬼終結者的情景 你就知道大概是怎麼一回事了 好 那另外呢 在剛剛的影片裡面也提到 跟Google的這些相關問題 那個Larry Page就是Google的創辦人之一 好 那就是他有特別講這個Google呢 因為他跟Google真的是在AI市場競爭很大 因為Google呢他在2015年他就去買下了這個 DeepMine這家公司 DeepMine就是專門在開發AI的 可是大家知道了 這個比OpenAI成立的時間 其實還要再更早哦 所以呢 當然這個讓這個 馬斯克很不爽嘛 因為馬斯克大家也知道 他最早他就是投資 投資OpenAI這家公司 然後也讓OpenAI後來有 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那當然後來這個 馬斯克是已經退出OpenAI的 但是呢這個餘量情節到現在一直都還在哦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說 現在這個AI 真如剛剛您剛才所提到的 在市場上兵家必爭嘛 可是現在的龍頭當然就是輝達 尤其是現在呢 原本市場調查對這些分析師 有專門在研究輝達公司的分析師去調查 有沒有全市場裡面就只有一個人是認為 輝達的股價是看空的誰 一個這個就屬於匯豐集團的研究員哦 但是呢他是也是最後一個改口說 我現在也要開始看多這個輝達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變化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他這一改變之後呢 哇一口氣把這個輝達的目標價 從原本的175塊美金 上調到355 等於說Double上去的哦 那以昨天的收盤價 其實已經來到279塊美元 光今年以來輝達的股價已經大漲了95%之多 而且他是今年S&P500的 500大成分股當中 今年漲幅最大的 所以呢現在輝達的股價已經是全美排名第六了 就僅次於蘋果 微軟 谷歌 亞馬遜跟波克夏 好那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這個 這個匯豐的這個分析師呢 原本是看壞 那現在他卻看好這個輝達的股價呢 他說最主要是因為 輝達對於AI晶片的定價能力太誇張了 因為呢他說現在這個AI晶片的價格 是傳統輝達所做的GPU的價格 至少10倍到20倍 聽這個數字你大概也無感了 我們就以他現在最頂尖的H100這個晶片來說 一片現在在網路上拍賣價是46000美元 你就知道這是多可怕的數字 你怎麼想像一片晶片 可是問題是你今天要訓練AI 你所需要的晶片數是非常大的 就以我們剛說的這個OpenAI公司 他們跟輝達買了1萬片啊 你看到這是一個多可怕的數字 所以呢這個剛匯豐的這個分析師呢 他就說好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價格這麼貴大家要拼命搶 因為現在市場上他的市占率是高達9成 所以呢他給他50倍的本益比 所以才會有剛剛我們看到的 他一口氣把他的目標價調高了這麼多 所以我們看他的這個走勢 我們剛講到今年以來 他已經大漲95% 包含這兩天都還在持續漲哦 那如果你從去年10月 他的低點算起的話 到現在已經漲了大概150幾% 非常非常的誇張哦 好那當然剛剛提到說 因為他的晶片非常的貴 很多的中小企業基本上買不起 哎揮達也很聰明 沒關係 我組一台電腦租給你 問題是一個月租金也要3萬7千美金 哇我想一般中小企業 連租都租不起了 就不要說要去買這個晶片了啦 好那當然看到這個市場這麼大 當然大家不會讓你這個NVIDIA獨佔嘛 所以其他人也要搶劲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博通 博通他本來就是晶片的專家哦 所以他現在也要跨路 開始做AI晶片哦 所以他現在有一個Jericode 第三代的晶片呢 他號稱說呢 可以減少更多AI的訓練時間 大家知道這個AI 像我們就以GVT來說 現在已經從第三代到第四代 現在準備要第五代 那所謂的第幾代 其實就是他們不斷的訓練 讓AI的能力越來越強哦 所以呢博通說我的晶片 可以把這個時間給大幅縮短 那當然Google的部分 那就更不用說了哦 Google在第一站 就之前在示範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這個BUD的AI 出了一點問題被人家嚇我 所以他當然要削子嘛 那另外一方面 他自己也開始開發一個叫DPU 中文稱為張量處理器的 而且他說我比這個NVIDIA的A100 還要再厲害哦 那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所以這時候這個 這個NVIDIA的老闆 黃仁勳就出來講話了啦 哎呀你們這些都要跟我搶市場 還早得很啊 就譬如說Google剛說 他的這個TPU很厲害 可是問題是 他是跟我的前一代A100去比較 我現在最新的H100 比我的A100還要快四倍 那你的這個TBI也不過比我快一倍 比我的A100快一倍多而已 怎麼說我還是比你厲害嗎 更不要說我現在市場已經搶到九成了 你又有辦法超越我嗎 所以呢 為什麼這個 黃仁勳的老型宅戰 那股價一路漲 我們就知道這個市場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市場掃描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100萬人了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追蹤收看 等我們拿到金牌 再來直播百萬訂閱感恩祭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追蹤收看 我們每天會上架兩支短影片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追蹤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